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先一般性的 也就是说减事与参照里面 你一定要汇的函数就是Vero函数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不只要汇要非常熟 为什么因为资料库 你要去把外部资料 像ERP资料库或者 人家给你的答案 通常都是类似 纵向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八成以上 都会用到Vero函数 那少部分如果不行的话 你大概可能要想其他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 利用那个Lookup 所以刚刚讲的东西 基本上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用Vero函数 那大概会有这几个要件 最后刚刚我讲的东西 基本上都在这里 用Raw函数 所以Raw减掉2实际上就是什么 抓到目前所在的那个列的位置 特别之后就是那个储存格 你现在那个储存格所在是在哪一列 那因为我抓到是刚好第四列 我的剪掉2刚好就是抓到 我要去抓的那一栏 是哪一栏 OK 所以大概会 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希望把怎么样呢 因为如果我要查询的话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就是 你要去找 我也不知道 这个假设了 这个编号 这个范围 并不在旁边 可能在另外工作表 那如果我要查 我哪知道说 它现在到多少了 比如说我说009 Enter会怎么样 就出现没有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呢 让把它翻 所以最好怎么样 干脆给我个清单好了 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 你这边到底是编号到多少 而且最好那个编号 能够自己增加 是最好的 那你会发现 如果它找不到的话 它会出现 Nother variable 可是如果今天 你把这个 刚刚有一个参数 最后这个参数 如果输入0 是一定要找一模一样的 那现在它出现009 也是说因为我们找 输入0 它一定就没有 没有就是 回来告诉你 会一个警 表示错误讯息 N的话是Not A是Available 就找不到的意思 可是如果今天呢 你不希望 它找不到呢 不要出现错误的话 你可以输入1 那1的话 意思就是说 假如009 我找不到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捷径的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假如你刚刚是输入0 会是错误 可是输入1 它会找捷径的 所以0跟1的差别 就在这里 那当然你可以看 自己情况而定 那另外就说 如果今天好了 它有跳出来 如果今天要把这边改下拉清单 避免这个问题 那我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做 那个下拉清单的话 前面好像有做过吧 在哪里呢 资料验证 这个东西 资料验证里面呢 第一个你把游标放这边 第二个资料验证 这边你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资料验证容许值 把它改成清单 那不过改成清单 原来任意值嘛 任意输入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清单的话 它会出现就是说 那你的来源在哪里 来源 那来源一定要是一个 类似像重向的这样 这样一个 所以我们可能几个方法 就是你就直接选这边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就点来源之后 然后呢去选跟他讲说 我的来源就从这边 你帮我直接把这边的东西带过来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让你可以把这些 变成清单的 但是呢未来 我是建议如果 因为刚好我们这边是 来源就刚好在旁边比较好选 可是未来可能 左边的资料会在另外工作表 那没有那么好选的话 我是建议啦 你干脆把这个建立成一个名称 按F3把它带过 所以建名称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吧 还记得吧 这个A3到A10先选起来 这边输入编号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干脆连编号选起来 这个范围选好之后 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跟他讲说我的名称 就在顶端列 意思是这个啦 编号就是我的名称来源 底下就是我的范围按确定 好啊这样的话呢 他会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增加一个编号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编号 就会出现 意思这个名称 代表就这个范围 那我们如果要再 回到刚刚资料里面的 什么呢 资料验证 你可以把这个来源 刚刚用选的嘛 删掉之后按F3 以后的话呢 记得啦 这个第一名称很重要 我觉得以后尤其跨多个工作表 真的非常有需要 而且比较好理解 不然的话这个名称 你不用名称的话 那个范围根本看不懂 那什么东西 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按确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选了 也就是如果你点003 他把吴丹雅这些资料带过来 004 他就把这些资料 全部帮你带过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了 以后向他清单呢 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点选 那就选取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也试试看啦 因为除了用V的函数之外 我刚刚讲的那个顶端列这部 也有 所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编号部分 那向他清单的话就资料验证 这边刚刚有讲到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用Lookup的函数 不过这个函数比较少用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那其他的话还有Index Index我觉得相对的更重要 也就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不要用什么呢 你就把这个工作板再复制一个 名称也许把它改成瓜糊叫Index 好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刚刚做的东西哦 我把它删掉了 我希望哦 如果我今天我要试试看 我用那个超乱数里面 假如用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 Index 有没有办法帮我查出来 它会两个引述啦 我们用第一个 它其实主要 就是要给三个东西 第一个呢 Array 其实我刚刚讲Array的话 反正你看到Array或Range啦 这些关键字啊 指的就是一个范围 诶 那范围在哪里 意思说 其实也就是TableArray啦 只是少一个那个Table的名称 因为可能我觉得 强调的点不一样吧 反正基本上就是一个范围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 V-R-E-R-E-S-U-TableArray 是一样的道理 那第二个是说呢 你要抓的是 顾名式码Row 有没有 Row number 中文医师应该是哪一列啊 OK 这个范围里面哪一列啊 诶 那基本上 我们这个范围 意思 这个范围的话 指的是刚刚选的 不搬好栏位名称的部分 把它选过来 第二个问题说 那你要抓的这个东西 请问它的位置是在 第几列啊 假设007 那看起来好像刚好是1 到这边 诶 刚好这个范围的 第7列 诶 那第7列好像跟 跟什么有关系呢 好像跟这个编号有点关系 有没有 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编号 选进来的话 它007 那因为它要一个数字 所以自动把它改成7 诶 刚好就是 符合这个范围的第7列的 那个要求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诶 比较臭桥 是刚好选它就可以了 哪一列 诶 这一列 OK 第三个问题是 哪一栏 诶 刚好这个范围里面 不是第一栏 那就第二栏 所以输入2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个确定 能不能抓到正确的那个名字呢 诶 是不是 007 诶 刚好刘小刚 诶 没错 那如果说我把它再选一下 008 诶 对 预理尾 诶 这也没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向下填满一次完成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部分呢 跟刚刚那个 那个Viru还是蛮像的 但第一个 因为向下拉你这个 A3 跟 H 跟E10 这个 前面 只要是利好 前面都加个前的符号 那H3也是要加个前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它向下会加1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嘛 这个栏 诶 跟刚刚那个Raw 那个什么 哪一栏 一样嘛 向下 那不就 这个是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诶 那就符合刚刚 一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一样 加一个Raw 抓什么呢 诶 抓 那一列 我目前在哪一列 现在在第四列 减掉2 刚好就是2 诶 抓到的就是 这个姓名的部分 那如果向下拉 刚好它 Raw 变成第五了 5-2 刚好3 意思说抓下一栏的意思 下一栏 下一栏 所以如果做好之后的话 把它向下拉 诶 结果呢 就OK了 那你可以试一下 向下007 诶 OK了 005 诶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第一个 刚刚第一个 用那个VILO函数 那我们多了一个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记得 现在这个地方先定义一个编号的名称 再到资料里面找到那个资料验证 另外的话呢 试试看就是用index把它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所以下拉清单怎么做 OK 这个我想 至少以后 只要你有需要下拉清单 因为下拉清单蛮好用的 尤其是 你要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 那你可以把编号变成一个下拉清单 那这样的话 以后人家就不需要再去填写其他的资料 因为可以自动带出来 那如何自动带出资料呢 其实现在做的就是自动带出 只是说现在是因为刚好 我们题目设计是在 来源是在左边 然后我们要带出在右边 那未来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分开 分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那如果你分开的话 我建议 以后分在不同工作表 建议用定义名称 可能会 比较好去找到某个范围 而且某个范围也比较有意义一些